这期继续讲深圳第34篇,大勇。阿店降下车窗玻璃喊道,阿店,这是谁的车啊?刘大勇下车问道。阿店笑着说,谁的车?我的车吗?你小子是不是觉得我永远买不起车? 刘大勇借着停车场里的灯光,仔细打亮了这辆崭新的三零级普越野车。光亮的车身,大气又时尚的外观设计,宽大的车轮,车尾装着一个很有个性的备胎,备胎下面还有脚盘。不错啊,阿店,这车多少钱?全部办下来六十万多点。怎么样?跟我很配吧?刘大勇点点头,确实很符合你的个性。走吧。 跟我走,小刚有点是来不了,他叫我过来接你。好,你带路,我跟在后面。刘大勇说完,开门上了车,启动汽车跟在阿店的车后面,缓缓驶出停车场。夜晚的东莞街头,灯火辉煌,繁华而喧嚣,道路两旁霓虹闪耀,马路上车流如枝。刘大勇开着车,在车水马笼中,一直盯着阿店的车尾,看着那个挂在车尾的备胎。 第一次觉得自己的这辆结达轿车有点自残行贿。人总是这样,有钱的时候穿件破衣服或者开辆破车,心里同样自信满满,那叫低调。当你没有了钱,混得不好的时候,那穿在身上的破衣服,开在手里的破车就成了显露你贫穷寒酸的标签。 内心再怎么强大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受到这样的心理影响。经过七拐八弯之后,阿店的车终于驶入了一家酒店的停车场路口,刘大勇跟着他,把车开了进去。 汽车在酒店后面的停车场里停了下来,两人下了车,阿店递上一支烟给刘大勇,说道, 这就是我们经营的酒店,看看,还行吧?刘大勇抬头看了这栋七八层高的大楼,大楼的每一层都亮着灯光,下面几层还能听到喧闹的人声和劲爆的音乐。 不错,生意挺好的吧?那当然,这栋楼总共有八层,上面四层是酒店,下面四层有足域,有KTV,有餐馆,一楼是接待大厅。 以前我们只承包了上面的四层酒店,后来连下面的四层也包下来了,现在整栋楼都是我们在经营。 阿店带着刘大勇往一楼大厅走,继续说道,这还不是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到周末的时候,忙都忙不过来。 两人走向大厅,两排穿着红旗袍礼服的女子整齐地站在大厅里,左右各一排,中间流出一条走廊。 刘大勇和阿店一走进大厅,这两排女子便整齐地喊道,曾总好,欢迎光临。 刘大勇虽然不经常来这种地方,但是这样的场景在深圳、东莞一带经常可以看到。 每到晚上,各个酒店和娱乐场所门口都是这样的景象。 很多发廊、族狱店的进门处也会有一群穿着暴露、浓妆艳抹的女子,只是发廊里的女子们是坐着的。 而族狱、酒店或者夜总会一类的地方,女子们是成排地站着,一见客人进来,总是整齐地道一声欢迎光临。 阿店带着刘大勇上了酒店的二楼。 刘小刚和一群男女已经在二楼餐厅里的一个大包房里等着了。 一群人嘻嘻哈哈,打情骂俏,男的都是染着五颜六色的头发,或是戴着金链子,或是手上脖子上有纹身。 女的一个个化着浓妆,衣不避体,不露肚男就露背,有几个手上还夹着香烟。 见阿店带着刘大勇进来,刘小刚站起身来,喊道,哥,快过来坐。 刘小刚的头发故意流长了很多,两只耳朵已经被头发遮得看不见,额头上的一柳头发被染成了黄色,脖子上也带上了一条粗大的金链子。 阿店领着刘大勇走向刘小刚身边的两个空位,很明显,这两个位置是特意留给他们的。 两人坐下之后,刘小刚对大家说,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哥,刘大勇。 一群人停止了说话,个个向刘大勇看过来,有个女的对刘小刚说,刘总,你哥好帅啊。 刘小刚笑着回答他,那就介绍给你,今晚你陪他。 好啊,好啊。 女人拍手说道。 这当然是开玩笑的话,刘大勇再怎么愚钝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他也礼貌地对那妖娆的女人笑了一下。 饭局开始,难免又是一阵推杯幻展,相互客套和嬉笑,期间时常有人开着赤裸的玩笑,甚至还有人动起手来,你摸我的脸,我洗你的胸,场面不堪入目。 酒过三旬,阿店轻声对刘大勇说道,这些人都是些小混混小太妹,没什么分量的,你想理就理一下,不想理就算了。 不过,在这个地方混,各种各样的人都得结识,山不转水转,谁都难免有求到谁的时候。 阿店用筷子夹起一块肉往嘴里塞,真正能管事的大佬,很少跟我们这么嘻嘻哈哈地喝酒的,总是一副很正规很威严的样子。 刘大勇笑道,怎么样?阿店,还是这种生活方式适合你,最近应该混得不错吧?还行,反正比在西乡的时候强。 你呢?公司的情况如何?刘大勇摇摇头,情况不太好,原本竞争就大,又被刘青和陈朗搞那么一下,现在更难做了。 阿店听到刘大勇叫苦,反而笑了起来,可,不好做就不做了,把公司转给别人,带着阿兵来东莞发展,有我和小刚在,保证你们赚大钱。 顺便把我老婆孩子也带过来,我们大家以后在东莞定居得了。 刘大勇笑道,你老婆孩子。孩子是你的孩子,老婆已经不是你的老婆了。 怎么,他有男人了?阿店有点紧张起来。 就算人家没男人,也不是你老婆了,你们不是离婚了吗? 阿店这才笑起来,我相信他以后还会是我的老婆。 怎么样?大勇,一起过来吧。 我跟你说,现在开公司开工厂都是个费力不讨好的事。 大街上一大堆开公司的,你别看他们人模人样的,好多都是空壳子。 现在最好做的,就是服务行业。 刘大勇一边吃菜一边摇头,阿店,你是知道的,我对这个行业不感兴趣。 不感兴趣?你对钱感兴趣吗?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对自己从事的行业感兴趣? 都是看在钱的份上。 你看我们,好像挺光鲜吧? 整天灯红酒绿的,音乐女人,看上去很有意思,是吧? 其实,把那几天新鲜进过了,你也会烦的。 阿店,我并不羡慕你们这样的生活方式, 所以也就不存在你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什么行业干久了都会烦,但你们这个行业,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还没干,就已经烦了。 听刘大勇这么说,阿店也不生气,反而给他倒满酒,说道,人个有志,当初我离开东创的时候,你也是这么说的。 虽然我们兴趣和观点不一样,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关系。 来,咱们兄弟干一个。 刘大勇端起酒杯,和阿店碰了一下,一口把一杯酒喝干了。 刘小刚和那一群狐朋狗友嬉闹一番之后,回过头对刘大勇说道, 哥,你结婚是哪天来着? 这个星期六,下午六点,保安都知保酒店。 等会儿,我把洗铁给你们。 对了,怎么不见李倩和顾曼玲呢? 李倩在家里,顾曼玲在楼上酒店里,她手底下管着七八十个妹子呢, 现在客人多,正是她忙的时候。 她不是管理发廊吗? 发廊那点小生意,让她去管,简直是大财小用。 你可别说,这个顾曼玲,还真是干这行得了, 自从她来到东莞之后,我和店哥少操了不少心。 阿店说,这叫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人活着最重要的是要找到适合自己做的事情,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正说着,包房的门开了,顾曼玲走了进来。 只见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头发剪短了, 身上穿着紫红色的漏背裙,看起来比以前洋气了很多。 顾曼玲一进门,就被一桌子的人打去。 顾小姐,越来越性感了。 老板娘,今晚生意怎么样? 哎,货还有没有? 给我留一个,我要星号星号大的。 妈妈桑,你会不会也接客啊? 对于这些问题,顾曼玲总是从容面对, 一个个都巧妙回答,笑得大家前仰后合的。 跟大家开玩了玩笑,顾曼玲才把目光投向刘大勇。 她让刘小刚身边的女人挪了一下位置, 便在刘小刚的旁边坐下,隔着她问刘大勇, 刘总,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刘大勇客套地笑了笑,刚来没多久,没多久。 刘总,最近公司发展得怎么样了? 我听说你那可爱的妹妹挖了你的墙角了,是不是啊? 这个,也不完全是吧。 刘大勇不知怎么回答她,勉强挤出了这么一句。 那个陈兰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也不知道刘青看上她什么。 刘小刚说道,话不能这么说, 小兰还是有几分姿色的。 顾曼玲听到刘小刚这么说,脸沉了下来, 我知道你惦记着她,要不小时候, 怎么会偷看人家洗澡呢? 旁边一个染了黄色头发的男子问道, 顾姐,刘老板看过谁洗澡啊? 顾曼玲冲那男的说道, 谁?她妹妹呗。 那时候她妹妹上初中, 她故意把门板撬开一条缝, 不止一次地偷看, 后来被她妹妹发现了, 到现在都没给她好脸色。 满桌子的人都笑起来, 刘小刚也跟着笑。 黄色头发的男人笑道, 连自己妹妹都偷看, 刘老板, 你真行啊。 刘小刚赶紧解释, 不是亲妹, 不是亲妹。 刘大勇却笑不起来, 她总算明白了, 这么多年来, 陈兰一直对刘小刚横眉冷眼的, 原来是这个原因。 大家笑过之后, 顾曼玲对刘小刚阴阳怪气地说道,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她, 从十几岁一直惦记到现在。 你们男人的心里, 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 迟早你肯定会对她下手的。 刘小刚伸手把顾曼玲搂住, 曼玲, 我怎么可能惦记她? 那是小时候不懂事, 现在我最在乎的是你。 得到刘小刚当众宠爱的顾曼玲, 脸色立即露出得意之色, 他扭头对刘大勇说道, 刘总, 听说你要结婚了, 是吧? 对, 这个星期六, 到时候你也来喝一杯吧。 好的, 我一定来。 刘大勇实在不喜欢这样的氛围, 想把洗帖拿出来交给刘小刚他们, 然后走人。 可满桌子的人, 当众拿几张请帖出来递给他们, 似乎不太好。 来的路上, 刘大勇就想去刘小刚家看看, 毕竟那是自己的弟弟家, 到底在哪里他都不知道, 这样不太好。 现在兄弟两个都结婚了, 相互认个门是很有必要的。 上次陈岚和刘青婚后请酒, 李倩就跟刘大勇说过, 叫他有空的时候去家里坐坐, 不管怎么说, 是亲弟弟家, 连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难免让人笑话。 于是刘大勇问刘小刚, 李倩在家吗? 我想去你们家看看。 看看。 哥, 你是想去看李倩, 还是想看我家? 刘小刚笑道。 顾曼玲趁机也遇到, 刘总, 你怎么突然对李倩感兴趣了? 刘大勇有些恼了, 你们能不能正经点, 我就想去串串门, 行不行? 不行我就不去了。 阿店在旁边听到了, 说道, 这样吧, 大勇, 我陪你去, 去你弟弟家做做, 那是应该的, 现在哥俩都有家了, 总要认认门的吗? 刘小刚也收住了开玩笑的心态, 对阿店说, 店哥, 你带我哥去吧, 我这边走不开, 晚点再过来。 阿店和刘大勇, 喝完了杯中剩下的酒, 起身告辞了众人, 便离开了酒店。 来到停车场, 阿店说, 大勇, 开我的车去就行了, 你的车停在这儿算了, 等会儿我再送你回来。 不用, 我去小刚家, 坐坐就回去了。 阿店靠近刘大勇的身边, 说道, 回去干嘛? 大晚上的, 明天早上回去, 不也一样的吗? 你不会是想着阿兵吧? 你们都在一起那么久了, 还有新鲜感吗? 随即, 阿店放低声音说道, 最近咱们酒店来了几个东北大妞, 模样特别好。 等会儿回来, 我叫顾曼玲带他们过来, 给你挑一个。 刘大勇摆摆手, 不行不行, 什么不行? 挑一个不行, 那就两个, 两个就更不行了。 我马上要结婚了, 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阿店扎了一下嘴, 什么你, 马上要结婚了? 没打算结婚的时候, 也没见你碰这样的事。 大勇, 这是自家兄弟的酒店, 就像自家兄弟种的果实, 你摘一个吃, 那能算偷吗? 刘大勇还是一再地摇头说, 不行。 阿店又开导他, 大勇, 如今这个时代, 男人不沾点这种事, 会被人嘲笑的, 亏你还是个公司老板, 怪不得你生意做不大。 我问你, 假如我是个大老板, 我要跟你合作, 给你下十万台机子的订单, 然后我喜欢朴智, 你怎么办? 你是带我去呢, 还是不带我去? 刘大勇毫不犹豫地说, 我当然带你去了。 就是吗? 多好的事。 刘大勇赶紧更正道, 我可以和你去, 但是我不玩, 我出钱给你安排好了, 然后我在外面等你。 阿店把脸一沉, 我认你大爷的, 人家稀罕你那点钱吗? 这叫娱乐, 娱乐你懂不懂? 你要是这么做, 人家立马转身就走了。 阿店, 你别忽悠我。 东创公司成立后, 业务上的事虽然都是刘青在负责, 但是我在黄敬泉那边也跑过业务呀。 遇到好色的客户, 我就是这么做的, 把人往发廊里一领, 我自己就去外面抽烟去了。 你那是小客户, 那种人只要是个母的他都不放过。 要做大生意, 必须要接触高层次的客户, 那种人就比较难伺候了。 我们酒店经常遇到这样的客人, 有些要求小姐打扮成护士的, 有些要求打扮成学生的。 前段时间有个大佬过来, 要求小姐装扮成知青, 还要我们找一套六七十年代农村的房子给他, 他要在那样的环境里才有。 你说搞不搞笑? 刘大勇好奇地问, 你们给他找了吗? 找了, 有钱什么事办不成? 人家先给了我们十万块钱的定金, 我和小刚两个人去惠州一个很偏僻的农村, 花五百块钱给当地的农民租了一套几十年前的破旧房子, 然后又找人来把它弄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场景。 什么老师的瓷盆, 老师的水壶, 老师的煤油灯, 甚至老师的手电筒, 全部都弄齐全了。 然后又把我们酒店里最漂亮的小姐装扮成知青的模样, 打电话给这位大佬, 叫他过来收获。 结果呢? 结果人家来了, 开着五百多万的兵力, 当然了, 是司机开的车。 大佬, 他们这种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什么金链子呀大背头啊。 人家文质彬彬的, 带人接物非常客气, 给人的感觉素质特别高, 特有风范的那种。 阿店说得口莫横飞的。 后来呢? 刘大佬一脸好奇。 后来? 后来就把我们哪位打扮成知青的小姐带走了? 我们自然是要跟着去的, 因为要跟他们带路嘛。 我和小刚开着车, 带着他们去往惠州的那套乡下房子。 到了之后, 大佬牵着知青下了车, 走进那套房子里, 从下午三四点, 一直晚到晚上十点多才出来。 后来他又付了你们多少钱? 二十万。 这是先前说好的, 一共三十万, 先付定金十万, 完事了, 再付二十万。 我们给了小姐一万, 再跑去租房子, 买设备什么的, 竟赚二十八万还要多。 拼阿殿讲完这个事, 刘大勇笑着摇摇头, 感叹道, 这个世界, 真是什么人都有。 大勇, 这样的事, 如今太多了。 人其实就是动物, 不管你层次多高, 学问有多深, 都脱离不了动物的本质, 饿了要吃, 困了要睡。 不是有句话说的什么时色, 性也, 那是人的两大欲望, 是天生的, 没法改变。 也不一定的, 这个世界总有一些高风亮节的人, 不是人人都那么龌龊的。 阿殿把脑袋一歪, 你见过吗? 反正我是没见过。 刘大勇嘿嘿一笑, 我不就是吗? 我操你大爷。 阿殿一拳打在刘大勇的肩膀上。 两人说笑过后, 开着阿殿的车, 离开了酒店, 一路上, 阿殿还在宣扬他的思想。 大勇, 你看, 东莞不是旅游城市, 却到处是酒店。 这么多酒店, 要说真正的入住, 能有多少人? 要都是正规的, 起码有80%的要倒闭。 阿殿顿了一下, 所以, 我当初离开东创的决定是对的。 大勇, 你要是觉得东创公司不好经营, 就过来跟我们一起干吧。 现在正是时候, 等过几年饱和了, 就没那么好做了。 再说吧, 等我们东创公司倒闭了, 我再考虑这个问题。 刘大勇笑道, 等倒闭了, 人看问题得长远一点, 等到临时打算, 是肯定不行的。 我经常跟我儿子打电话, 偶尔也会和阿云说几句, 大勇, 你们现在的情况我是知道的, 不行就把公司转让给别人, 你再帮我劝劝阿云, 带着他一起过来, 我打算在东莞买套房子, 一家人在这边定居。 阿云是什么意见吗? 他呀, 跟你一样固执, 明知前面是死胡同, 还要往里面钻。 他说, 无论如何, 都不会跟我同流合污, 还说, 只有正路才能走得久远。 对, 阿云的观点跟我差不多, 只有正路才能走得更久远。 我们公司现在有困难, 并不代表永远都会有困难。 阿店叹了口气, 算了, 还指望你帮我劝阿云, 你别起反作用就不错了。 刘大勇不解地问道, 阿店, 你们既然是女人为玩物, 为什么你还要对阿云如此痴情? 阿店不屑地笑了一下, 大勇, 你还是太年轻, 什么痴情不痴情, 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 你就明白了, 夫妻之间哪有什么痴情, 都是为了孩子。 要不是因为阿杰, 我跟阿云不可能复婚, 我现在也不可能再次求他复婚。 刘大勇把汽车座椅靠背往后调了一下, 身体往后一倒, 太复杂了, 搞不懂你们的。 慢慢你就懂了。 两人一路聊着, 没多久就到了一个花园小区, 阿店把车开了进去, 进入了小区地下停车场, 然后带着刘大勇乘电梯上了楼, 来到刘小刚的家门口, 轻轻敲响了门。 门开了, 一个贴着面膜穿着睡衣的女人 站在刘大勇和阿店的面前, 刘大勇凭着那张脸的轮廓, 就知道那是李倩。 哥, 你来了? 刘大勇的到来让李倩很是欣喜, 他伸手要去接掉脸上的面膜, 被阿店阻止了, 贴着吧, 别浪费了, 我们知道是你就行。 两人走进屋里, 刘大勇打量了一下这套房子, 应该有130平米左右, 三十两厅, 装修得还算不错, 虽然不是刘大勇喜欢的那种风格, 但是也相当漂亮了。 看样子, 阿店是这里的常客, 他熟练地拉开鞋柜给刘大勇拿了拖鞋, 又把自己长穿的那双拖鞋穿上, 领着刘大勇到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李倩站在一边问, 你们吃饭了吗? 哥。 刘大勇客气地点了一下头, 吃了, 刚才跟阿店和小刚他们一起吃的。 李倩还是觉得贴着个面膜不礼貌, 说道, 你们坐吧, 我洗个脸就来。 说着就向卫生间走去了。 这时, 阿店的手机响起来, 刘大勇听到, 好像是什么客人故意挑刺想赖账的事。 打完电话后, 阿店说, 大勇, 酒店里面发生点事, 我要去看看, 你在这儿多坐一会儿, 我等会儿过来接你。 发生什么事了? 我跟你一起去吧。 不用, 一个小混混而已, 不知天高地厚的。 你大老远地从深圳过来, 又是第一次来小刚家, 多坐一会儿吧, 我晚点过来接你。 阿店一边说, 一边走到门口换了鞋, 就匆匆开门离去了。 阿店刚走, 李倩就走到客厅里来了, 脸上的面膜已经不在。 因为刚刚做过保养, 脸上看起来细腻红润, 配上他那双妩媚的桃花眼, 很有成熟女人的魅力。 但是, 刘大勇发现, 李倩这段时间胖了不少, 整个人好像粗了一圈, 略显富态。 李倩在刘大勇的对面坐下, 神态自若, 但眼神中似乎隐藏着一丝空洞和迷惘。 刚刚坐下, 李倩又起身, 去给刘大勇泡了一杯茶, 恭敬地放在他的面前。 刘大勇说了声谢谢, 拿过身边的手提包, 从里面掏出几张红色的情节, 说道, 李倩, 我和阿斌这个周六结婚, 你们来喝杯喜酒吧。 李倩的脸上露出笑容, 真的。 太好了, 哥, 总算等到你们的这杯喜酒了。 刘大勇也笑了起来, 说的是, 我和阿斌认识一年多了, 曲曲折折地走到今天, 也算是不容易。 那还不是因为, 你老惦记着阿梅, 要不然你和阿斌早就结婚了。 怎么样, 还是觉得阿斌比较好吧。 这个, 其实阿梅也挺好的。 刘大勇念如道, 李倩笑得露出了牙, 哥, 你不会是两个都想娶吧? 怎么可能?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 不不, 就算有这样的事, 我也只会娶阿斌。 这下, 李倩更是笑出声来, 接过刘大勇递给他的三张喜帖, 并没有立即打开看, 随手放在了茶几上。 你们男人的心思, 巴布地拥用天下所有的女人。 李倩这么说着, 又觉得对大摆子说这样的话不合适, 立即收住了笑容, 拿起三张喜帖, 逐一打开看。 一张是你和小刚的, 另外两张是阿店和顾曼玲的。 麻烦你们转交给他们, 刚才在饭桌上人太多了, 我不好拿出来。 当看到顾曼玲那张, 李倩的脸色难看起来, 说道, 这个顾曼玲。 刘大勇从李倩的表情上看得出来, 李倩很不喜欢顾曼玲, 估计李倩已经知道了顾曼玲和刘小刚的事了吧。 哥, 这个顾曼玲以前在你们公司的时候就不是什么好人吧。 刘大勇直言不会地说道, 关于她的过去, 你应该知道的呀。 她在老家已经结婚了, 有老公和孩子, 还隐瞒着这事跟刘青有过那么一段。 刘大勇之所以这么说, 是想提醒李倩, 这个顾曼玲不是个好东西, 希望她多加防范。 这些我知道。 她既然能带领好那么多小姐, 肯定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做这一行的哪有什么良家妇女。 可我没想到, 她居然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 怎么了? 刘大勇明知顾问, 这个顾曼玲, 你别看她长相不是很出众, 可是个很有心机的女人, 她居然弄得我和刘小刚都快离婚了。 快离婚了? 怎么回事? 李倩叹了口气, 说道, 哥, 其实我也知道, 自己比小刚大六七岁, 比你这个当哥哥的还大。 加上, 加上我的过去并不光彩, 所以我处处迁就小刚, 希望能够长久地跟他在一起。 可我慢慢发现, 他总是得寸进尺的, 我越是让着他, 他就越过分。 刘大勇从包里拿出香烟, 先递了一支给李倩, 李倩摆摆手说, 我戒了。 不错吗? 我戒了好几次都没成功。 女生最好不要抽烟, 影响健康又影响形象。 你接着说。 刘大勇摆烟点燃, 看着李倩。 李倩苦笑了一下, 对于刘小刚, 我知道他是个不老实的人, 他偶尔和那些小姑娘有点什么事, 我都忍了, 毕竟我们干的是这个行业。 就包括他跟顾曼玲, 其实我早就看出他们之间有问题, 可我没想到会威胁到我的婚姻。 是小刚主动跟你提出来的吗? 是顾曼玲跟我提出来的, 然后我问刘小刚, 他承认也是他的意思, 希望我成全他们。 听了这些话, 刘大勇心里来气了, 虽然李倩和顾曼玲都不是什么好女人, 但是李倩在他的心里比顾曼玲要高尚一些。 在他看来, 李倩起码还有点情意, 待人接物方面也比顾曼玲做得好。 而且, 为了刘小刚, 李倩已经付出了很多, 可以说没有李倩就没有今天的刘小刚。 刘大勇看得出来, 自从李倩跟刘小刚在一起后, 他就开始从凉了, 而顾曼玲一直在堕落的路上, 而且越走越远。 刘大勇往烟灰缸里谈了一下烟灰, 说道, 李倩, 说实话, 一开始我也不太喜欢你, 但是看到你一心想跟小刚在一起, 我也默认了你这个弟媳妇。 你放心吧, 这是我会跟小刚说的, 让他离顾曼玲远点。 那就拜托你了, 哥。 自从来到东莞以后, 我尽量不去参与小刚生意上的事, 想好好做一个家庭主妇, 好好伺候小刚的生活起居。 没想到我的这种想法是错的, 男人们都不喜欢家庭主妇, 你对他越好, 他越不把你当回事。 刘大勇笑道, 也不一定, 只是你的身边出现了一个顾曼玲, 这个人心机太重, 他想取代你的位置, 成为小刚名副其实的老婆, 这样他就有好日子过了。 小刚那边我会劝他, 你这边也要主动一点, 我建议你慢慢把顾曼玲的工作接过来, 免得被他牵住了鼻子。 对, 我也是这么想的, 现在刘小刚认为顾曼玲能干, 能为他分担生意上的事, 其实他那点本事我还没有吗? 我只是不想再踏进那个行业了。 可刘小刚不理解我, 认为我没本事, 只是个主饭婆。 看来, 人都是被逼出来的, 以后, 我只好站出来管理生意上的事了。 刘大勇沉默了一下, 其实吧, 再怎么做, 我都觉得不妥当, 从一开始, 你们就走错了路。 不该做这个行业, 这毕竟不是正规生意, 所以麻烦是肯定多。 这个问题, 我也想过, 可小刚是什么人, 你又不是不知道, 叫他像你们这样去做正经生意, 可能吗? 不知不觉中, 刘大勇和李倩就这个问题聊到了十点多, 这时候, 他的手机响起了短信铃声, 是许冰冰发来的, 回来了吗? 刘大勇立即给许冰冰回复, 在小刚家呢, 一会儿就回来了。 许冰冰立即发来过来, 东莞是你们男人的天堂, 你不会是去找乐子了吧? 刘大勇回复, 怎么可能? 你说他是天堂, 那我这就回地狱。 许冰冰回复, 再不回来, 我叫你知道什么是生不如死。 李倩一看刘大勇发短信笑咪咪的样子, 就知道对方是许冰冰。 但他放下了手机, 他说道, 阿兵是个好女孩, 哥, 你真是有福气。 刘大勇笑道, 这个我就不谦虚了, 他真是个好女孩, 我也觉得自己确实挺幸运的。 这时候, 刘大勇的手机又响了, 这次是阿店打来的电话。 喂, 大勇, 你下楼来吧, 我送你去酒店。 你到了? 很快就到了, 两分钟。 挂了电话之后, 刘大勇对李倩说, 我先走了, 阿店马上到楼下。 放心吧, 你和小刚的事, 我会劝他的, 我说话, 他还不至于一点都不听。 那就麻烦你了, 哥, 你慢走, 星期六下午, 我们一定去参加你和阿兵的婚礼。 好的, 我走了。 刘大勇来到楼下, 阿店的车已经到了, 刘小刚也在, 正坐在阿店的副驾位置上抽烟。 上车后, 刘大勇问道, 小刚, 你不回家吗? 刘小刚说, 回家干嘛? 那个家有什么好回的? 李倩是你老婆, 你不回家陪老婆, 这么晚了, 还想去哪儿呢? 去哪儿? 我回酒店住, 这段时间, 我都住在酒店里。 阿店知道, 刘小刚是不会下车回家的, 于是启动了汽车, 开出小区, 向他们经营的酒店拾去。 小刚, 我刚才跟李倩聊了一会儿, 我觉得吧, 李倩虽然以前不怎么样, 但是人家现在不那样了, 对你也挺好的, 你就不要过分他了。 刘小刚转过身, 看向汽车后排的刘大勇, 我过分他。 我怎么过分他了? 你跟顾曼玲有点什么花花事也就算了, 别搞得要离婚, 你为了顾曼玲和李倩离婚, 很不值得。 阿店听到这话, 也说道, 对, 我的观点跟大勇一样, 顾曼玲虽然很能干, 但是这样的人不适合做老婆。 刘小刚笑着问阿店, 适合做情人, 是不是? 阿店目视前方, 一边开车一边说, 做情人也不合适, 他这个人有野心, 你要小心。 刘小刚说, 小心什么呀? 我刘小刚也不是傻子, 就是因为他有野心, 我才要娶了他。 我最见不得像李倩那样好吃懒做的人, 这么多年来, 他就没干过什么事, 不是逛街美容, 就是睡大觉。 他要是个有上进心的人, 会长时间地给阿姬当二奶吗? 阿店点点头, 你说得也对。 可顾曼玲这个人, 总让人觉得不踏实, 这样的人一旦得失之后, 会目中无人的, 也肯定会损坏我们的利益。 刘大勇说, 所以, 小刚, 你最好早点离开他, 好好跟李倩过日子, 不要被顾曼玲的柔情迷惑了。 刘小刚看看刘大勇, 又看看阿店, 你们都认为我不该跟李倩离婚吗? 刘大勇和阿店都点点头。 刘大勇说道, 小刚, 李倩虽然比你大, 过去也有点那个, 但是人家是死心塌地地跟着你, 要不是他, 你也不会有今天。 刘小刚说, 没关系, 我可以把他拿出来投资的钱还给他, 房子也留给他。 刘大勇有点生气地说, 你现在有钱了, 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刘小刚一脸苦笑, 你们不要总是这么看我好不好。 我承认我刚开始跟李倩结婚为了钱, 可后来, 自从我的腿残了之后, 我是真心和他过日子的。 那你为什么又要跟顾曼玲搞在一起呢? 刘大勇问, 哥, 天天吃一盘菜, 你不觉得腻吗? 切, 真搞不懂你。 就算你在外面偷吃吧, 为什么又要跟李倩离婚呢? 刘小刚说, 顾曼玲怀孕了, 他又不肯把孩子做了, 逼着我娶他, 你们说怎么办? 什么? 顾曼玲怀孕了。 刘大勇吃惊地问, 阿店也扭头看向刘小刚。 刘小刚点点头, 对, 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顾曼玲怀孕了, 他不愿意打掉孩子, 而李倩又不会生孩子, 你们说怎么办? 小刚, 你确定顾曼玲怀的是你的孩子? 刘大勇问, 他说他敢去做鉴定, 保证是我的。 刘小刚说, 刘大勇问, 李倩为什么不能生孩子呢? 你们在一起这么久, 他就没有怀过孕吗? 没有, 也从来没用过安全套和避孕药。 阿店说, 这个很好理解的, 李倩以前毕竟私生活很乱, 所以不能生孩子也是正常的事。 刘大勇倒吸一口凉气, 这下麻烦了, 谁叫你喜欢乱搞, 搞出事来了吧? 刘小刚说, 哥, 如果李倩一辈子都生不了孩子, 就算我不在外面乱来, 也挺麻烦的。 你不想要褶子女吗? 阿店笑了起来, 这是大实话。 刘大勇说, 这个顾曼玲, 果然是个心机叵测的女人, 你总算是被她给套住了。 刘小刚说, 也不是那么悲观。 她虽然有心机, 但是她也挺有本事的, 能够帮我们把生意上的事管理好, 我和阿店少操心。 有一个这样的老婆, 其实也挺好的。 李倩还不知道顾曼玲怀孕吧? 刘大勇问, 不知道, 顾曼玲叫我先别跟她说这个。 这时, 汽车已经到了刘小刚他们的酒店, 进入停车场后, 阿店说道, 大勇, 今晚就不回去了吧? 这么晚了? 不行, 我还是回去吧。 晚上安静, 开起车来也轻松, 一会儿就到了。 你们周六记得过来, 参加我的婚礼就行了, 情帖我放在李倩那儿了。 随即, 刘大勇对刘小刚说道, 小刚, 这件事你要好好想想。 李倩虽然不能生孩子, 但是她对你是真心的。 顾曼玲这个人心机太重, 虽然她能为你生孩子, 但是并不代表你们在一起就能幸福。 还有, 她在老家已经结了婚了, 并且有一个五岁的孩子, 这些事情处理起来也挺麻烦的,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刘大勇说完就下了车, 向自己的车走去, 启动汽车离开了停车场, 向深圳方向驶去, 很快就消失在夜色中。 之后的几天, 刘大勇和许冰冰除了上班, 就是在准备他们的婚礼。 公司里最近本来就不忙,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上午把公司里的事处理好, 下午就去筹备婚礼的事。 这几天, 阿云也像一个婚礼策划人一样, 为了刘大勇和许冰冰的这场婚礼, 四处奔波。 新房的布置, 婚纱和礼服的订购, 婚礼仪式的安排, 宴席要选择什么标准, 搭配什么烟酒, 饮料等等这些事, 都由阿云去操办。 刘大勇和许冰冰, 这两天还要抽时间拍婚纱照, 买钻戒, 惠州老家那边的亲戚来了, 还要安排住宿和吃喝拉撒。 所有这些都准备好了之后, 已经是周五的上午了。 接近吃午饭的时候, 刘大勇、许冰冰和阿云正要去外面吃饭, 许冰冰接到了阿梅的电话。 阿冰, 婚礼准备得怎么样了? 这个时候, 接到阿梅的问候, 许冰冰的心里还是挺高兴的。 自从向阿梅通知过婚期之后, 他们姐妹就没有再联系过。 许冰冰也不怪阿梅, 她知道自己跟刘大勇结婚, 阿梅的心里肯定会难过的。 姐, 什么都准备好了。 阿冰, 不管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娘家人, 蛇口是你的家, 你今晚还是来蛇口住吧, 明天让刘大勇来接你。 听到这话, 许冰冰的眼睛湿润了。 姐, 谢谢你, 谢谢你为我考虑那么多。 别说这些了, 你准备一下, 我下午开车来接你。 好, 好。 挂了电话, 许冰冰擦了擦眼角, 对刘大勇和阿云说, 大勇, 云姐, 我姐说让我去蛇口, 明天让大勇去我家里接我, 她还说, 她是我的娘家人。 刘大勇的脸上挂上了欣慰的笑容, 阿云高兴地说道, 这样更好了, 让大勇去你家这儿巴精地把你接进家门, 免得别人说三到四的。 许冰冰接连点头, 就是, 我姐说她下午过来接我, 我们准备一下吧。 阿云笑道, 你激动什么呀, 咱们还没吃午饭呢? 走, 出去吃了饭再说。 许冰冰抱歉地笑了, 对对, 吃了饭再说。 三人走出新房子, 去了附近的一家餐馆, 点了几个小菜, 开始吃午饭。 这时, 刘大勇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来一看, 是郭敏打来的。 你好, 郭怡。 你好, 大勇, 有件事我想问一下你。 你说吧, 郭怡。 大勇, 明天你和阿兵结婚, 不是要举办婚礼吗? 阿兵的养父母都不在了, 你养父母也没来, 婚礼上一个老人都没有, 不太好吧。 婚礼上不是要给老人敬茶的吗? 我来喝你们这杯茶好不好? 我一定给你们夫妻封两个大红包。 刘大勇犹豫了一下, 郭怡, 我明白你的意思, 这样吧, 我跟阿兵商量一下, 等会儿我打电话给你。 挂了电话, 刘大勇把郭敏的意思说给许冰冰和阿云听, 许冰冰听到后眉头皱起, 大勇, 明天是喜庆的日子, 不要搞这些事影响我的心情好不好。 我都说了, 叫你不要把我们结婚的事告诉郭敏, 你偏不听。 我想, 她毕竟是你妈妈。 我没有这样的妈。 不过我们姐妹的死活, 现在女儿结婚了, 她却来了。 婚礼上喝茶什么意思? 发红包什么意思? 不就是要我们叫她一声妈吗? 大勇, 你喜欢叫你去她那儿叫, 别在我的婚礼上叫。 阿云先前就听阿兵说起过郭敏是她亲妈, 于是劝道, 大勇, 阿兵不愿意就算了, 净查发红包这事就免了。 郭敏既然想来, 就让她来吧, 她来了, 在旁边看看就行了, 毕竟她身份太特殊。 这样总可以吧。 阿兵, 许冰冰不说话, 算是默许了阿云的意见, 刘大勇只好拨通了郭敏的电话, 向她说明了一下情况。 就在三人快要吃完午饭的时候, 许冰冰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一看是阿美打来的, 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姐, 我这边还要一会儿才好, 你提前过来也行, 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新房子吧。 不急, 你先做好准备, 我们要下了班才过来。 阿兵, 你们准备伴郎了吗? 伴郎? 这个, 是这样的, 我这边可以安排两个人给你做伴娘, 如果你们没有准备伴郎的话就算了。 你等一下。 许冰冰问刘大勇和阿云, 要准备伴郎和伴娘吗? 阿云说, 阿梅那边能准备的话, 我们也可以准备的。 许冰冰便对着手机说, 姐, 有的有的。 你那边有几个? 唐丽娟和阿华, 两个。 哦, 那我们这边也安排两个吧。 挂了电话之后, 许冰冰问, 找谁做伴郎呢? 阿云说, 这还不容易。 大勇不是有几个老乡在深圳这边吗? 有好几个都没结过婚。 还有, 咱们东创公司那么多年轻帅哥, 随便挑两个就行。 许冰冰想了一下, 说, 你们找一个吧, 另外一个我来确定。 刘大勇和阿云同时问道, 你想找谁啊? 许冰冰笑道, 杨楠。 杨楠, 我们跟他不是很熟, 请人家做伴郎不好吧? 刘大勇说道, 谁说不熟? 我跟他见过好几次面了, 我觉得他人挺好的, 我们也很聊得来。 而且他是未婚, 做伴郎也合适。 这个, 就要你跟他说了, 我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 他是我的朋友, 当然我跟他说了。 许冰冰说着, 就在手机里翻找杨楠的电话号码。 阿云问道, 杨楠是谁啊? 刘大勇说, 阿斌前段时间认识的一个朋友, 酒吧歌手, 贵州的, 人看起来还不错, 虽然有点不正经, 但应该是个好人, 我跟他见过两次。 他现在已经不是酒吧歌手了, 也跟我们一样, 和他的朋友开公司呢, 做的也是便携饰影碟机。 许冰冰边找电话号码边说。 很快, 许冰冰找到了杨楠的电话号码, 拨打了出去, 杨楠很快就接听了电话, 并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刘大勇的心理似乎有点怪怪的, 他没想到阿斌和杨楠那么有缘, 才认识两三个月就这么熟络了, 对方还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当他的伴郎。 搞定了, 剩下的一个伴郎你们来定。 许冰冰说道, 杨楠不是有个女朋友吗? 叫他女朋友也来当伴娘吗? 刘大勇说。 你是说冉月? 人家忙着写书呢? 再说他最近跟杨楠有点闹情绪, 就算了吧。 阿美已经准备了两个伴娘了, 我们这又不是什么大型婚礼, 没必要用那么多伴郎伴娘。 那另外一个伴郎 就让咱们公司的小张来当吧。 阿云问道, 刘大勇和许冰冰都表示没问题。 三人走出了餐馆, 回到新房子里, 为阿兵回娘家做准备。 阿云帮着阿兵 把穿的带的一堆东西准备好, 只等着阿梅来接他了。 下午六点多, 一辆宝马528开进了西乡明兰花园, 阿梅和唐丽娟一起按照阿兵给的地址 来到刘大勇和许冰冰的家门口。 两人进屋后, 在屋里东瞅西看, 唐丽娟从包包里取出笔记本, 按照阿梅的指示坐着记录。 刘大勇他们面面相去, 阿云问, 他们记什么呀? 刘大勇和许冰冰都摇摇头, 表示不知情。 阿梅和唐丽娟在每个房间、 厨房、 卫生间、 阳台都看了一遍之后, 回到客厅里, 阿梅对唐丽娟说, 就按我说的办吧。 好的, 杨总。 唐丽娟说着, 就掏出手机, 看着笔记本打电话。 许冰冰歪着脑袋, 看向唐丽娟手里的笔记本,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格力星号星号空调一台, 电视换50寸液晶的, 洗衣机换海尔最贵的滚筒室, 冰箱换松下双开门的, 备入五套, 厨具两套, 鞋柜一个。 丽娟, 还有沙发和茶几也换了。 还有, 电视柜也换了, 都买最好的。 阿梅对唐丽娟说。 唐丽娟点点头, 站到一边打电话去了。 姐, 你干嘛啊? 许冰冰问道。 阿梅问, 你这些家具谁买的? 我和阿云姐买的呀。 全部换了吧, 我送给你, 算是陪嫁给你的。 全部换了。 那这些已经买好的咋办呢? 你有朋友要的话就送给他们, 没有就拉到我们的家庭。 员工宿舍去, 不会浪费的。 刘大勇和阿云都瞪大了眼睛, 阿冰虽然从小就生活在蜜罐子里, 但也觉得阿梅的做法太浪费了。 全换? 这得多少钱? 阿云惊异地问道。 阿梅淡淡地说, 花不了多少钱, 就这么一堆东西, 最多二十万。 阿云嘖嘖称赞, 阿梅, 有钱就是不一样。 你知道这些东西, 我和阿冰跑了多少商场, 经过多少对比才买的吗? 那段时间, 我们俩经常讨论到底是买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到底是一线品牌的还是二三线品牌, 那么多东西, 脑袋都搞大了。 阿梅很客气地对阿云笑道, 辛苦你了阿云姐。 我就这么一个妹妹, 不能太委屈了她。 还有这房子, 当初就应该买套大一点的, 这装修也不行, 以后再说吧。 唐丽娟打完了电话, 走过来对阿梅说, 杨总, 全部办好了。 小李说, 保证明天中午之前, 跟着婚车一起送过来。 好。 阿梅对唐丽娟点点头, 回头问阿冰, 婚车你们怎么安排的? 就用我爸留给我的那辆奥迪A6了。 阿梅想了一下, 咱们也不去接那些豪车充面子了, 就用我的宝马算了, 好不好? 阿冰点点头, 好, 听你的。 阿梅把车钥匙递给刘大勇, 你明天早上叫人把我的车装扮成婚车, 下午就用这辆车去接阿梅。 好的, 谢谢。 刘大勇接过阿梅的车钥匙, 并把奥迪车的钥匙交给他, 让他一会儿开奥迪带阿冰回蛇口。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刘大勇说, 走吧, 咱们出去吃饭, 吃了饭你们再回蛇口。 阿梅说, 不用了, 阿华他们还在那边等着呢, 我们赶回蛇口再吃, 你和阿云姐去吃吧。 随后, 阿梅笑着对阿云说道, 辛苦你了, 阿云姐。 这些换下来的电器 和家具,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找人拉到你那儿去用吧。 阿云摆摆手, 不行不行, 这些东西花了好几万块钱买的, 我怎么能受你们这么大的馈赠? 刘大勇说, 阿云姐, 既然阿美有心, 你就拿去用吧, 这些东西虽然是新的, 但是要买的话, 也值不了几个钱。 许冰冰冰也跟着说道, 阿云姐, 不给你给谁, 你不嫌弃就好了, 既然是这样, 我就不客气了, 要不我拿点钱给你们好吧, 半价可以吗? 阿冰说, 那不成了卖给你了吗? 一分钱不要, 是我们送给你的, 你帮我们辛苦了那么多天, 算是一点谢意吧。 相互退让一番之后, 阿云还是无常地接受了这些东西, 答应明天一早, 就叫人来拉到她的出租屋去。 大家大包小包地, 把许冰冰明天要出嫁的物品拎着, 下楼装上了奥迪车, 唐丽娟对阿美说, 杨总, 我来开车吧。 阿美把车钥匙递给她, 随后坐进汽车后座。 许冰冰和刘大勇拥抱了一下, 大勇, 你明天一定要来接我哦。 你放心, 我不会逃婚的。 刘大勇笑道, 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唯独阿美没有笑。 看着奥迪车消失在夜幕中, 刘大勇说, 阿云, 走吧, 咱们吃饭去。 两人走出小区, 又来到了他们中午吃饭的那家餐馆, 相对而做。 刘大勇点了三菜一汤, 之后对阿云说道, 阿云, 前几天我去东莞见到阿店了, 他现在过得还不错, 有个事我想跟你说一下。 阿云见刘大勇郑重其事的样子, 问道, 什么事呀? 阿店现在有钱了, 他想在东莞买套房子。 阿云冷笑一下, 他买房子, 跟我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关系? 你是他老婆。 打住。 阿云说道, 我跟他已经离婚了, 你很清楚的呀。 我知道, 因为你们有个共同的孩子阿杰, 所以我说你是他老婆, 这没毛病呀。 有孩子我就得永远是他老婆吗? 说不定我什么时候又嫁人了, 那样还是他老婆吗? 大勇, 你这是什么逻辑? 刘大勇笑了一下, 准确地说, 你是他孩子的妈。 前妻, 前妻。 大勇, 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别拐弯抹角的。 阿云, 我的意思是这样, 你看, 咱们东创公司目前的状况不好, 你一个女人, 带着孩子, 还要养老, 挺不容易的。 刘大勇的话还没说完, 阿云就说道, 你是劝我去东莞吗? 跟他重归于好, 住在他买的房子里, 给他当家庭主妇, 每天就负责带孩子做家务, 是吧? 这也没什么不好的吗? 你们有共同的孩子, 而且我知道你们彼此之间是有感情的, 只是有时候观念不一样罢了。 你也知道我们观念不一样。 当初他去东莞, 我是极力反对, 可他听我的了吗? 刘大勇扎了一下嘴, 他干嘛非得听你的呀? 他是你老公, 又不是你儿子。 就像我跟他是好朋友好兄弟, 难道他就非得要听我吗? 如果他不听我的, 难道我们就要决恋吗? 大勇, 你马上就要结婚了, 夫妻之间, 干什么事必须要有商量, 我行我素能行吗? 刘大勇点头说道, 对, 我能理解, 夫妻之间做事肯定要商量, 可人家阿店也跟你商量了呀, 是你不答应他去吗? 他说去就去, 完全不顾我的感受, 那能叫商量吗? 这时, 餐馆服务员把饭菜端上来了, 两人拿起碗筷开始吃饭。 刘大勇先给阿云盛了一碗汤, 说道, 事实证明, 人家阿店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愚蠢, 你看, 人家现在有钱了, 说明他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阿云咬了一勺汤味进嘴里, 抬眼看着刘大勇, 大勇, 我怎么感觉你是个叛徒? 为了拉拢我和阿店的关系, 你不惜背叛自己的原则和观点, 是不是? 刘大勇善笑起来, 嫂子, 阿店是男人, 男人用什么方式挣钱, 无可厚非, 只要不是太过分就行了。 别叫我嫂子。 大勇, 这还不过分。 他和刘小刚干的那些事, 是违法行为, 你不会不懂吧? 我懂。 可是当今社会就是这样, 很多人都在做这个, 全国那么多酒店和夜总会, 还有发廊, 足玉店, 有几家是正规的。 难道要把这些人都抓起来吗? 阿云用勺子指了指刘大勇, 大勇, 是不是阿店他们给你洗脑了? 让你也变得是非不分了? 没有没有, 我只是希望你们一家人能团聚, 阿店现在条件好了, 你们一家人来分享他的成果, 多好啊! 那, 我要是去东莞了, 东创公司怎么办? 咱们品质不谁来管? 还有, 我也是个东创公司的股东, 你想让我撤资吗? 刘大勇端起碗, 把半碗汤一口气喝了。 哎, 我都不知道, 接下来该怎么办。 按照公司现在的情况发展下去, 恐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坚持一段时间再说吧。 车到山前必有路。 阿云, 我的意思是你最好跟阿店复合, 你实在不喜欢去东莞。 我跟他说, 叫他把房子买在西乡, 怎么样? 阿云边吃饭边摆手, 不行, 我穷死也不用他可怜, 他挣的那些钱是肮脏的。 刘大勇见阿云如此固执, 也不好再说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反感阿店他们那样的挣钱方式, 他之所以要这么劝阿云, 是出于阿店的委托和阿云现在生活状况的担忧。 两人吃完饭后, 刘大勇把新房子的钥匙给阿云, 叫他明天一早找个搬家车来把阿眉换下的家电等东西拉走, 然后开车送阿云回到家里, 自己一个人回到工业区的出租里, 洗漱之后, 早早就睡觉了, 等着明天当新郎官。 第二天一早, 刘大勇还是像往常一样去跑了步, 然后精神抖擞地开始准备他今天的婚礼。 他和一位朋友把阿眉的宝马车开到西乡的一家花店, 叫花店把车装扮成婚车, 然后又回去准备他结婚的行头。 快到中午的时候, 阿云忙活完之后, 带着两个朋友去了保安都之宝酒店, 和搞婚礼活动的人以及酒店餐饮部做了最后的交接和确认。 一切安排就绪之后, 已经是中午一点多了。 这时候, 阿店和刘小刚他们也来了, 昨天晚上刘大勇就打了电话给他们, 要他们早点过来, 因为要去蛇口接亲, 所以希望他们来壮大一下接亲队伍。 大家在外面餐馆里吃过午饭后, 便开始往各自的车上铁上百年好盒之类的帖子和喜字。 两边后视镜上挂上彩色的气球, 一切准备妥当之后, 一行十几辆车便打着双闪灯, 浩浩荡荡地向蛇口开去。 接亲的车到蛇口海上花园之后, 全部进入地下停车场。 阿梅这边也做好了准备, 除了十几辆轿车之外, 还雇用了两辆货车, 把昨天晚上买的那一堆电器、 家具等物品装在上面, 准备和送亲的队伍一起送到阿兵的新家。 停好车后, 刘大勇身穿新郎装, 带着两位伴郎以及一群接亲的人走进电梯, 一起来到阿梅和阿兵的家门口, 轻轻扣响了房门。 门开了, 此时的许冰冰已经穿着婚纱, 美艳十足地站在客厅里等候。 唐丽娟和阿华穿着漂亮的礼服陪在她的身边, 而阿梅今天也穿得特别漂亮, 和一群朋友以及惠州来的那几个亲戚 正在恭候刘大勇他们的到来。 因为是新时代的婚礼, 又是在充满时代气息的深圳特区, 所以那些繁文入节和陋席就变弃了, 刘大勇直接牵着略带羞涩的许冰冰走出了门外, 走在队伍的前头, 率先进入了电梯。 因为人数多, 所以用电梯分三次才把这群人送到楼下, 大家一起上了车, 婚车在前面带路, 二十多辆汽车浩浩荡荡驶出地下停车场, 向西乡方向驶去。 下午六点, 宾客们陆续来到保安都之宝酒店, 刘大勇和许冰冰以及伴郎伴娘们站在门口迎宾, 大家纷纷送上祝福雨和红包, 场面十分喜庆。 不久, 刘青和陈岚来到, 递给收礼的人一个红包, 夫妻俩客套地对刘大勇和许冰冰笑了笑, 然后走进宴席厅里就坐。 随后, 万红良带着夫人笑咪咪地走来了, 见了许冰冰, 直夸新娘子长得漂亮。 刘大勇刚接待过他们夫妇, 黄进泉, 张子明, 陈琳等影碟机行业的朋友们也到了。 接着, 刘大勇的一群老乡, 还有道瓜子脸, 阿龙带着几个御友也来了。 就在宾客门都差不多到齐了的时候, 杨楠的女友冉月以及闺蜜欣丽也来了。 看到杨楠穿着西装站在迎宾队伍里, 冉月说, 男子, 你穿西装还挺帅的哦。 杨楠笑道, 不穿更帅。 七点五十分, 迎宾结束, 大家走进婚礼大厅, 各就各位, 等待婚礼仪式的到来。 八点正, 婚礼开始, 一切仪式进行得差不多的时候, 一位中年女人带着两位古兮老人走进了婚礼大厅。 因为来得晚, 两位古兮之年的老人又比较显眼, 所以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他们。 婚礼台上的司仪出于关怀, 叫工作人员给这三位后来的中老年人安排靠前的座位。 三位后来者站在婚礼台前, 盯着台上的许冰冰看, 郭母热泪盈眶, 仰头对许冰冰喊道, 冰冰, 你还认得我们吗? 许冰冰怎会不认识他们? 虽然她排斥郭敏, 但是这两位老人她是不敢怠慢的。 只见许冰冰上前一步, 走下婚礼台, 握着郭母的手说, 郭奶奶, 你们来了。 郭母一时激动, 说道, 冰冰, 叫什么奶奶啊? 我是你外婆。 宾客们一片议论纷纷, 司仪为了调节气氛, 对着话筒说, 哎呀, 原来是我们新娘子的外婆来了。 那么想必, 这位老先生就是新娘子的外公吧。 司仪走下台, 把话筒对准郭父, 老人家先是犹豫了一下, 最后像豁出去了似的说道, 没错, 我就是他外公。 宾客们接着议论纷纷。 随即, 司仪把目光头像带着墨镜的郭敏, 说道, 这位女士看起来很面熟啊, 请问您是? 说完把话筒对准郭敏。 那一刻, 郭敏非常为难, 不知怎么回答。 说实话吧, 她是公众人物, 突然冒出这么个女儿来, 对她的声誉, 肯定是有负面影响的。 说谎话吧, 对不起自己的女儿, 在这种神圣的时刻, 连自己女儿都不敢认, 以后还怎么好意思面对她们。 原本郭敏是这么想的, 自己来参加阿兵的婚礼, 先跟搞婚庆的人和酒店说好, 做好保密工作, 她再戴个墨镜, 把改口茶喝了发了红包, 就闪到后台去, 也没想过要带自己的父母来。 可这套方案被许冰冰拒绝了。 昨天她跟刘大勇打过电话后, 才跟两位老人说起许冰冰的婚事。 两位老人听到后不得了了, 一定要来深圳参加外孙女的婚礼, 郭敏说你们二老年纪大了, 北京离深圳这么远, 就别去折腾了。 两位老人说, 你这丫头说的什么话, 北京离深圳再远, 也不过几个小时就到了, 我们都这个岁数了, 活一天算一天, 连外孙女结婚这么大的事都不去看看, 万一哪天死了, 眼睛都闭不上啊。 郭敏拗不过两位老人, 只好订机票来深圳。 可是运气又不好, 冬季是航运的旺季, 订到的是第二天下四点多的机票。 一下飞机后, 三人便急急忙忙地 打车来到保安都之保酒店, 还好, 赶上婚礼仪式还在进行中。 正当郭敏不知道怎么回答思疑的时候, 坐在一旁的阿梅站起身来了, 冲郭敏大喊道, 说啊, 你是新娘的什么人? 你敢当着这么多人说吗? 现场气氛紧张起来, 婚宴厅里好几百人, 都把目光聚集到郭敏的脸上。 有眼间的人已经认出郭敏是谁了, 酒店的一些工作人员 也开始对着郭敏拍照。 肆意离郭敏这么近, 自然也认出他来了。 他立即意识到自己犯了错误, 赶紧收回话筒, 走上婚礼台, 面带笑容地对大家说道, 这位女士肯定是二老的陪护人员, 既然跟新娘和新郎没什么特殊关系, 我们就不必追问了。 咱们新娘子的外公外婆来到现场, 那么我们就请工作人员给他们二老安排上座。 没想到肆意的话还没说完, 郭敏就决然地取下墨镜, 跨步走上婚礼台, 夺过肆意手中的话筒大声说道, 我是新娘的妈妈, 我是她亲妈妈。 这回, 现场一片寂静, 没有了议论声。 郭敏拿着话筒走到许冰冰身边, 继续说道, 许冰冰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小时候叫文文。 接着, 她又走到阿梅的身边, 指着阿梅对大家说, 杨梅也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小时候叫宁宁。 她们姐妹俩是我二十多年前 在江西遗弃的双胞胎女儿, 那个时候我还是个郭敏情绪失控, 还要继续往下说, 被刘大勇上前止住了。 郭怡, 别再说了, 我们明白了, 明白了。 刘大勇夺过郭敏手里的话筒, 交给了思怡。 郭敏的这个举动 把许冰冰和阿梅都惊呆了, 姐妹俩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现场的人们又开始热议起来, 纷纷交头接耳。 原来郭敏是他们姐妹俩的母亲啊, 怪不得姐妹俩长得那么漂亮, 一脸的明星像。 我说阿冰怎么会那么喜欢演戏呢? 原来是遗传了她亲骂。 这个郭敏二十多年前 就生了一对双胞胎, 那时候她还没结婚吧? 孩子的爹是谁啊? 不会是那个什么铁铃吧? 这下有意思了, 婚礼成了认亲大会了。 现场陷入一片哗然和尴尬当中, 主持婚礼经验丰富的思怡 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一时手足无措, 只好把话筒关了。 走到婚礼筹办人阿云的面前, 傅尔问道, 庄姐, 你看这怎么办啊? 阿云虽然老早就知道郭敏是阿冰和阿梅的亲妈, 但是这突如其来的情况搞得太阴猛了。 她想了一下, 果断地对四姨说道, 安排茶水, 进行改口茶的环节。 好的, 庄姐。 四姨跑到旁边去叫工作人员准备茶水去了。 阿云大步走到许冰冰和刘大勇的面前, 轻声说道, 阿冰, 大勇, 既然郭敏这么勇敢地承认她是你们的妈妈, 你们就在大家面前给她一个面子。 家丑不可外扬, 先把场面上走过了, 至于过后该怎么对待她又再说, 好吗? 刘大勇点头如灼米, 然后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许冰冰。 许冰冰似乎还在猛圈中, 也只好点头答应。 见许冰冰答应了, 阿云又跑到阿梅的身边, 轻声说道, 阿梅, 既然郭敏这腰有诚意, 你就放过她这一次吧, 待会儿你什么话都不要说, 好吗? 好, 我听你的。 说话间, 工作人员已经把两位老人和郭敏 请到了婚礼台上, 面对大家, 一字排开在椅子上坐下。 两位李小姐手端茶盘, 茶盘里放着几杯茶水, 热气鸟鸟。 思义再次手握话筒, 昂首挺胸, 面带笑容地说道, 今天可以说是我主持婚礼多年来, 遇到的最激动人心的婚礼仪式了。 我们新娘子的妈妈是谁, 就不用我去介绍了。 还有我们新娘子的外公外婆, 喜爱取义的朋友们也都认出了他们, 我也不做介绍了。 今天, 我们大家一起见证了这场神圣, 喜庆又别开生面的婚礼。 同时, 这场婚礼也让我们都知宝大酒店棚壁生辉了。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接下来, 是我们婚礼仪式的改口环节, 这个环节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了。 鉴于新郎的父母远在彩云之南的大理, 没能来到婚礼现场听儿媳叫他们一声爸妈, 但这并不遗憾, 幸福不是看一时, 而是要看一世。 所以, 今天这种情况, 所谓改口, 应该就是新郎官一个人的事了。 下面, 有请我们的新郎新娘为他们的外公外婆以及母亲敬茶。 刘大勇牵着许冰冰走上前, 他先从李仪小姐的茶盘里端起一杯茶, 对着郭敏的父亲躬身教导, 外公, 请喝茶。 郭父喜笑颜开, 上下打量了一番刘大勇, 爽朗地硬道, 哎, 好啊, 小伙子挺帅气, 挺精神。 郭父接过茶杯, 不知是心情好还是真的渴了, 一口喝了一杯茶的大半。 随即, 他伸手, 进衣服的内袋里, 抛出了一个挺厚实的红包递给刘大勇。 孩子, 一点小意思。 刘大勇接过红包, 鞠躬道了一声谢谢, 正要为郭母敬茶。 郭父问道, 小伙子, 你叫什么名字? 刘大勇恭身说道, 外公, 我叫刘大勇。 郭父呵呵一笑, 刘大勇, 好名字。 刘大勇又从茶盘里端起一杯茶, 恭敬地端到郭母面前, 叫道, 外婆, 您请喝茶。 郭母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两眼笑成了一条缝, 双眉好似弯弯月。 她也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红包递给刘大勇, 看来, 两位老人都是提前做好准备的。 刘大勇又端起了第三杯茶, 恭敬地递给郭敬, 略带声色地叫道, 妈, 这杯是您的, 请喝茶。 郭敬笑地露出了八颗牙齿, 激动地应道, 哎, 谢谢。 赶紧接过茶, 一口喝了一半, 随即打开随身包包, 掏出一个厚厚的红包, 里面的钱应该足有万元。 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刘大勇到了县, 把三个红包装进西装口袋, 站到一边, 让许冰冰给老人们敬茶。 这时, 大家发现, 婚礼大厅门口的人越来越多, 很多与婚礼无关的人都来驻足观看, 其目的当然是来看老溪谷郭敏的。 有些人还举着相机对现场进行了拍照。 轮到许冰冰给老人们敬茶了, 只见她缓缓走到李仪小姐身边, 学着刘大勇的样子。 端起一杯茶, 走到郭妇面前。 其实所谓改口茶, 是新婚男女改称对方父母为爸妈的一种婚礼仪式。 原本跟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针对的也不是自嫁人, 而是作为女婿和媳妇的一方。 不过, 因为许冰冰的父亲不在场, 刘大勇这一方的老人一个都不在, 只好把她的外公外婆请上台来了, 目的是走走过场, 也给郭敏当众认女的行为一个面子。 郭妇一脸的慈爱, 微笑着看向许冰冰。 这是老人家最期待的时刻, 他们没想到到了这个岁数了, 居然还能找回失而复得的两个外孙女, 这可以说是他们老年生活中最令人欣慰的一件事。 外公, 请喝茶。 许冰冰心情复杂地叫道, 对于郭父郭母, 她是没有怨言的, 郭敏当年的错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两位老人又是得意双心的艺术家, 所以, 这一声外公, 许冰冰算是心甘情愿地叫出了声。 郭父听到许冰冰叫他外公, 心里乐开了花, 这感觉自然要比刘大勇叫他外公还好。 老人家激动地站起身来, 嘴里说道, 哎哎, 冰冰, 真怪。 说吧, 便从衣服内袋里掏出一个红包, 颤抖着双手交到许冰冰的手里。 外公, 您坐下吧。 刘大勇上前一步, 扶郭父坐下。 许冰冰又端起一杯茶, 以同样的方式和态度, 给郭母献了茶, 并自如地叫了一声外婆, 请喝茶。 郭母激动地老泪纵横, 同样站起身来, 把红包塞到许冰冰的手里。 整个婚宴大厅里, 算是比较安静, 不过也有人轻声交头接耳地议论着。 大多数人都盯着婚礼台上看, 这显然是大家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一场婚礼了。 因为新郎新娘的身世特殊, 而台上被献茶的长辈又是名人。 大厅门口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细心的人发现, 这一群外来的围观群众中, 有几个是记者, 他们举着相机, 手里拿着笔记本在记录, 有人还举着摄像机拍, 轮到给郭敏献茶叫妈了。 许冰冰从茶盘里端起一杯茶水, 这一次她的动作要随意地多, 带有敷衍的成分在里边, 就像阿云说的, 要给郭敏一个面子。 许冰冰当时心想, 你既然敢当着这么多人, 不顾影响地承认你是我们母亲, 我叫你这一声妈又何妨。 郭敏的脸上满是期待, 那一刻她觉得, 自己今天算是做对了。 她不顾一切地当众承认自己是许冰冰和杨梅的母亲, 虽然对她的声誉有负面影响, 但这是值得的, 只要能够得到女儿们的承认, 这点付出又算得了什么。 妈,请喝茶。 许冰冰总算叫出了声, 但那一声妈似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完全没有发自内心, 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连许冰冰自己都觉得太敷衍了, 犹如在演戏, 而且是她演过的最试水准的一出戏。 即便如此, 郭敏的心里还是激动万分, 泪水也从眼里流了出来。 她接过许冰冰递给她的茶水, 同样非常激动地站了起来。 哎, 闻闻, 谢谢你, 谢谢。 郭敏激动地忘记了喝茶, 端着茶杯就要去拥抱许冰冰, 这才意识到手里端着茶杯, 匆忙地喝了一口之后, 把茶杯递给李仪小姐, 紧紧拥抱着许冰冰, 泪水连连。 而许冰冰此刻的心情却是平静的, 她面无表情地任凭郭敏抱着她, 双手垂着, 一动不动。 思怡是个聪明人, 她也看出了事情的苗头, 原来大明星郭敏, 竟然在女儿的婚礼仪式上任女, 这场婚礼, 还真的变成了一场认亲大会。 善于调动现场气氛的思怡, 举着话筒说道, 这真是感人至深的一幕, 大家的掌声热烈一点好吗? 婚宴厅里, 立即掌声雷动。 坐在一旁的阿美表情冷淡, 嘴角还露出了一丝讥笑, 心想, 现在搞得如此煽情, 早干嘛去了? 当年扔下孩子的时候, 想过会有现在吗? 她甚至怀疑, 这就是郭敏故意安排的, 为什么她要在婚礼仪式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出现? 还带着自己的年迈的父母来到现场, 多半是来博取同情的。 就在这个看起来激动人心的时刻, 外面围观的人涌进了婚礼大厅, 很多人围在婚礼台前。 站在最前面的是一些记者, 他们有的手拿话筒或者录音笔, 有的举着相机在拍照, 有的扛着摄像机在录。 郭老师, 请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好吗? 郭老师, 新娘子确定是您的亲女儿吗? 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生的他们? 郭老师, 谈谈您现在的感受好吗? 郭老师, 请问孩子的父亲是谁啊? 郭敏虽然在当众承认自己 有两个女儿的时候就有了被媒体报道的心理准备, 但是真正面对大众的围观和记者们的追问, 她还是有些慌乱的。 站在旁边的刘大勇, 见到场面有些混乱, 赶紧站到许冰冰和郭敏的前面, 用身体挡住记者们的围攻, 思义也担心现场出现挤伤或者踩踏事故, 她手握话筒说道, 大家不要拥挤, 不要乱跑乱动, 我们这是婚礼现场, 不是马路街头, 请酒店安保人员不要让外面的人进入婚礼大厅。 这时, 酒店的几个安保人员进入大厅, 劝阻与婚礼无关的人离开现场。 但是人们哪里肯听, 一个个不愿走出去, 而且, 外面还有人不断涌进大厅里来。 没办法, 酒店安保负责人赶紧用对讲机派人来婚礼大厅增援。 很快就来了一群保安, 把门口死死守住, 只准人出, 不准人进。 记者们肯定是最不愿离开的那一群人, 为了得到第一手新闻材料, 他们不怕拥挤, 不厌其烦地拍摄, 采访郭敏和许冰冰。 刘大勇在危机时刻还是比较机灵, 他首先想到的是两位老人的安危。 于是拨开几个上前采访二老的记者, 伸开双臂, 一左一右地护着两位老人往后台走。 刘大勇把两位老人交给几位在后台的工作人员后, 回到婚礼台前, 又来保护许冰冰和郭敏。 这时的许冰冰一脸惊慌, 双手紧提婚纱, 郭敏戴上了墨镜, 她本是被人群围堵的对象, 却成了许冰冰的守护者, 伸开双臂挡住人群, 担心人们踩到许冰冰的婚纱, 造成她摔倒, 被人踩踏。 此时的杨男和另一位伴郎 站在郭敏和许冰冰的身前, 极力挡住向他们拥挤过来的人群。 记者们还在不厌其烦地追问郭敏, 也有人追问许冰冰的, 话筒和录音笔不断向他们伸去。 原本坐在宴席旁边的阿梅 也站起身来, 一脸惊慌, 有眼尖的记者看到她后, 转而对她进行采访。 她也一再避让, 从随身包包里取出墨镜袋上。 伴娘唐丽娟和阿华 赶紧跑到她的身边, 替她挡住记者的采访。 酒席上的亲朋好友们, 有的走到婚礼台, 前来保护新娘子和郭敏, 比如阿店和阿龙, 还有刘小刚。 有的伸长了脖子看热闹, 有的坐着不动,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比如陈兰和刘青。 司仪还在握着话筒, 叫大家不要拥挤, 不要慌乱, 一再声明这是私人婚礼现场, 无关的人请离开。 整个婚礼大厅里, 一片吵吵嚷嚷, 人生鼎沸, 混乱不堪, 更麻烦的是, 这种时候, 很多郭敏的粉丝 居然要找他签名, 拍照留念。 阿云见场面混乱, 只好把刘大勇拉到一边, 说道, 大勇, 不行就撤了吧。 这样乱下去, 会出事的。 可是酒席才刚开始, 难道就叫大家离开吗? 没办法啊, 你看, 这么多外人和记者, 这要闹到什么时候? 万一要是发生事故, 那可就麻烦了。 刘大勇抬头看了一眼 坐在酒席上的一群亲友, 见大家也没什么吃席的心思了。 而且, 现场的景象也难以控制, 只好同意阿云的撤离婚礼大厅的建议。 于是, 刘大勇拨开人群, 走到思怡的身边, 把撤离婚礼大厅的打算说给思怡, 思怡点点头, 握着话筒说道, 各位亲朋好友, 由于婚礼现场出现混乱, 应主人家的要求, 今天的婚礼就到此结束, 实在对不起大家, 请大家有序地离开现场。 刘大勇拿过思怡手里的话筒, 对大家说道, 对不起各位了, 谢谢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也谢谢大家的祝福, 请大家慢慢有序地离开现场, 有机会我们再聚。 亲友们听到主人家下烛客令了, 于是纷纷站起身来, 也不管有没有吃饱喝足, 慢慢向大厅的门口走去。 婚宴厅里的人渐渐少了, 但那些粉丝和记者仍然不愿离去。 刘大勇, 阿店他们维护着郭敏, 两位老人, 阿冰, 阿梅这几个关键人物离开了现场, 并把他们送上车。 刘大勇对唐丽娟和阿华说, 丽娟, 阿华, 你们和阿梅一起回蛇口吧, 实在不好意思, 改天我们再聚。 你放心吧, 刘总, 我们到蛇口后给你打电话。 唐丽娟说完, 和阿华一起拥着阿梅向奥迪车走去, 开着车离开了酒店。 刘大勇又叫阿店带着他们东莞来的那几个人赶紧开车离开, 又向杨楠他们表达了歉意, 说改天一定请他们喝酒。 随后, 刘大勇对阿云说, 阿云, 麻烦你和酒店方面的人对接一下, 处理一下收尾的事。 我先安顿好两位老人和阿冰他们母女, 随后再回来接你。 阿云摆摆手说, 不用了大勇, 你去安顿他们吧, 我这边处理好了, 就打车回去, 你不用再回来接我了。 随即, 阿云笑道, 今天是你和阿冰的好日子, 赶紧回去洞房吧。 这时, 许冰冰, 郭敏和两位老人正坐在婚车上, 许冰冰坐在副驾位置, 郭敏和父母坐在后排。 即便是坐进了车里, 仍有记者和粉丝围着婚车, 有人敲打着车窗玻璃, 希望他们打开车窗接受采访。 刘大勇拨开人群上了车, 启动婚车慢慢驶出了酒店停车场, 一场婚礼和闹剧就这么结束了。 婚车在夜晚的马路上慢慢行驶着, 车上的装束还是那样, 一大圈的玫瑰花和两个木偶新郎新娘还粘在汽车引擎盖上, 车身两边的气球和彩带还在随风飘摇, 时不时地引来路人注目。 车里先是一阵沉默, 然后两位老人开始说话了, 都感叹现在的记者和粉丝们太疯狂了。 感叹之后, 郭母问道, 梅梅呢? 梅梅去哪儿了? 刘大勇边开车边说道, 外婆, 阿梅回蛇口了, 她平时就是住在蛇口的。 蛇口是哪里啊? 有多远? 蛇口属于深圳, 离这儿不远, 开车快的话, 半小时就到了。 郭母又说, 大勇, 你送我们去梅梅那儿好不好? 我们还没跟她说上话呢, 刚才我只看见她在一边坐着。 郭敏拍拍母亲的手, 妈, 今天大家都累了。 再说了, 今天是阿斌和大勇结婚的日子, 他们还没进洞房呢。 郭母急忙点头, 对对, 我这是老糊涂了, 咱们明天去蛇口, 一定要好好看看梅梅。 刘大勇说, 外公外婆, 妈, 我先找个地方给你们住下再说吧。 许冰冰听到刘大勇喊妈, 略带嘲笑地看了一眼她, 没有吭声。 郭敏说, 对, 在你们家附近找个酒店给我们先住下, 然后你们夫妻回家入洞房吧。 别的事情改天再说。 郭父说, 小敏, 你不是在蛇口买了一套房子的吗? 要不我们打车去蛇口住吧。 郭敏听到父母要去住她的新房子, 说道, 爸, 妈, 那房子虽然装修好了, 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怎么住啊? 咱们还是住酒店吧。 我们是想住在蛇口的话, 离妹妹近一点, 明天好去看她。 郭母说道, 刘大勇说, 住不了的, 外公外婆, 那房子装修好之后, 我去看过, 里面什么都没有。 等会儿到我们家附近之后, 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 吃了饭再去我们家里坐坐, 然后你们再去住酒店。 我们那儿虽然也有两间客房, 但是被褥什么的都还没准备好, 今晚你们就将就住在酒店里面吧。 刘大勇这么一说, 郭敏和两位老人这才想起还没吃晚饭呢。 许冰冰也才意识到只顾着婚礼的事, 连饭都还没有吃, 她扭头对大勇说, 我穿成这样, 怎么去吃饭呢? 刘大勇笑道, 这不是挺漂亮的吗? 都说, 婚纱是女人最漂亮的服装, 穿最漂亮的衣服去餐馆吃饭, 有什么不好? 许冰冰白了她一眼, 你见过有穿婚纱下馆子的吗? 刘大勇嘿嘿一笑, 好吧, 咱们先回家, 换了衣服再出来吃饭。 说话间, 汽车已经到了明朗花园, 刘大勇把这辆惹眼的婚车 开进小区的地下停车场。 下车后, 夫妻俩带着郭敏和两位老人 乘电梯上了十九楼, 来到自家门口。 因为是新房, 所以门楣和门框上贴着大红的对联, 棕色的防盗门上也贴着一个大大的喜字。 刘大勇说, 也不知阿梅叫人送来的那些东西归位了没有。 中文字幕提供